最近陸委會主委 陳平通走訪了韓國瑜 談九二共識的這個不可行之外 要跟他談 有關於兩岸關係的戰略協同 同樣的問題 也跑去找了黃偉哲 可是黃偉哲答案真的非常奇怪 好像是抄隔壁同學韓國瑜的 就很多人都懷疑 黃偉哲是不是吃到韓國瑜的口水 因為本來陳平通先去找韓國瑜 就碰了一個軟釘子 就是還滿不適滋味 他這個跑去台南 到底算取暖還是怎麼樣 不得而知 然後他一樣 開中民意還是差不多 他說習五條出現之後 情勢已經改變 要拚經濟 要顧主權 所以中央地方團結 戰略協同才能走更遠 在他的想法來講 可能認為說黃偉哲 好歹就是綠營自己人 所以應該戰略協同是沒問題的 結果黃偉哲一講 居然是政治0分 經濟100分的前提下 一起拚經濟 中央兩岸政策 地方予以尊重 從地方經濟發展來看 還希望兩岸關係和緩 這點我們比較期待 所以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有人說這回答是黃國瑜 怎麼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顆西瓜已經變了 還是因為他這次 因為太金錢捲上了 所以他也覺得說 台南那邊的人民 想要的不太一樣了 然後他感受到這種需求 所以開始做出一些 比較靠中道趨近的這種感覺 可是獨派好像還並沒有想要 讓民進黨走回中道 像1月23號的時候 我們的前行政院長賴欣德 出席了 顧寬敏台灣自憲基金會的 成立記者會 就他在記者會頭講 他說我們現在這部中華民國憲法 在中國制定的 有著大中國的思想 但台灣人民已經有台灣命運 共同體的意識 憲法也影響台灣團結合進步 所以他認為說 他已經不是要修憲 他要直接制憲 就制定一個台灣的新憲法出來 所以表示還是要把國家 帶往一個獨立的方向去走 1月29號的時候 民進黨黨主席 主任他也發表一個 讓大家覺得 滿特別的一段話 他要說民進黨過去有台灣 前途決議文 正常國家決議文等 不排除有一個新時代的東西出現 是否與決議文形勢 還有在討論 現在談什麼維持現狀 應該讓人民知道 維持現狀是維持什麼現狀 928黨慶的時候 提出是一個不錯的時間點 其實以前 每次台灣前途決議文 或者正常國家決議文 都是在民進黨選情 出現問題的時候 或者他準備要做一個改變的時候 突然間就冒出來這樣一個東西 現在他到底928 會不會又提出一個 新的什麼決議文 大家到底是往統的方向走 還是往獨的方向走 還是往中間的方向走 其實大家都在看 當然現在有一個指標性的東西 就是台南的補選 因為民進黨推了郭國文 國民黨現在是謝龍介徵召出來 還有民進黨 還有一個脫黨自營參選的 陳曉裕 現在他認為說 這個是韓國瑜跟陳其邁的 就是第二戰 為什麼 因為謝龍介背後 有韓國瑜在支持 謝龍介這次競選的時候 幫了韓國瑜很多忙 所以韓國瑜已經答應 會全力幫他輔選 同樣的郭國文後面 有陳其邁在支持 陳其邁也一直不斷的 在幫他輔選 雙方現在開始短兵相接 如果台南補選 那個地方本來是一個 勝率的地方 如果謝龍介能夠贏的話 當然是不是代表韓流效應 已經重新在席捲過來 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如果說郭國瑜能夠贏下來 是不是代表民進黨 真的開始止血 陳其邁扳回一層 其實大家都在觀察 不過這個看起來真的覺得 黃偉哲是民進黨裡面 真正對九合一有反省的人 而且他應該也是身歷其境 所以他自己 他剛當選的時候 他還請支持者不要放鞭炮 因為其實他就自覺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本來那個地方是被 時代力量說 那個放個西瓜都會贏的地方 結果他選到這麼的辛苦 我想他心裡面一定感觸很深 沒想到他在見 陸委會主委的當下 去講政治零分 晉級100分 完全Copy過來 然後他還沒有引用的時候 韓國瑜講 他直接就把它變成是他的話 就完全把這個精髓 給吸收進去了 所以可見 黃偉哲他應該是有反省 再過來他當了市長 他知道他跟當立委不一樣 然後台南現在面臨的狀況 他應該也很清楚 如果沒有改善市民的生活的話 他大概也不用想連任 甚至他如果沒有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他也會擔心 會拖累接下來什麼 接下來的補選 還有接下來明年的選舉 所以我覺得黃偉哲 某種程度上 他算是聰明的 他沒有糾結在民進黨 在九合一之前選舉的 那一種意識形態 然後在兩岸關係的 那一種僵化等等 他反而是相對走在民進黨的前面 站在一個民進黨 現在在六讀裡面 算是唯二的諸侯來看的話 我倒覺得他這樣講法 我覺得是應該要給他肯定 只是說對民進黨的中央來講 他們如何去回應黃偉哲 因為這個問題 如果說是憨過瑜這樣講就算了 如果說是其他國民黨的 縣市首長這樣講就算了 是黃偉哲市長講出來的 而且黃偉哲是誰挺出來 是賴清德 他的前任叫賴清德 他會把他逐出師門 賴清德還說我們要選擇 選黃偉哲 現在黃偉哲選出來 黃偉哲講了一個 跟現在民進黨中央 甚至是賴清德院長的主張 幾乎是背道而馳的事情 我們反而比較期待的就是說 接下來民進黨 你怎麼回應黃偉哲 這個政治理論 經濟100分 而且他還講說兩岸關係和緩 希望兩岸關係和緩 這是他們的一個期待 然後民進黨的黨中央 新任的主席 黨主席 我們希望他真的是發揮 民進黨終生代的 這一種不同於舊的思維 他說要有新的決議文 不過你看一下 他們過去常常發決議文 幾乎每開一次會完 都會有決議文 但是那個決議文的內容 似乎不脫過去以來 這種民進黨教條式的 不管是台獨 這些等等的理念 所以到底新的決議文 會有什麼樣多大的不同 我倒覺得 只是一時這樣講 但他覺得好像有一點期待 但是如果你去檢視過去 他們所發的決議文 我覺得大概也不需要 有過多的一個期待 因為如果真的 你要改善兩岸關係 要回應到黃偉哲市長 給這個論委會主委的 那一種講話的期待的話 現在就可以做了 現在就可以做了 而且現在做反而是 可能對民進黨的選情 會有幫助的 兩岸關係改善 對人民來講 對於我們的對外關係來講 我想乃至於 對整個區域關係來講 其實都是加分的 可是問題是現在 蔡政府做不出來 蔡英文政府 蔡英文本身 似乎也沒有想要去講 政治0分 經濟100分的事情 所以看起來 我覺得看不出來 新的決議文的內容 會有什麼樣子大的一個改變 倒是黃偉哲這樣講 其實對謝龍介的選情 是有幫助的 所以黃偉哲在幫謝龍介助選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因為這某種程度 我覺得黃偉哲真的是 越來越危險 你剛剛一直要民進黨回應他 本來沒注意的 這某種程度上 難道不是在幫謝龍介助選嗎 對 謝龍介其實講的就是 政治0分 經濟100分 你看他也剛去幫台南的市民 賣水果回來而已 賣農產回來而已 接下來我們講 韓國瑜也一定會去幫謝龍介 結果韓國瑜還沒有去 黃偉哲就已經把韓國瑜講了 他要講的話 不是 政治0分 經濟100分 所以這樣看起來 其實就是在幫謝龍介助選 所以我認為謝龍介會過 我覺得陳明通 他真的滿有趣的 他做一個陸委會主委 然後竟然要去拜會地方首長 而且他說我們要有一個 戰略的協同 然後他的戰略現在被地方首長 棄之如蔽息 大家覺得你這個根本是走不通 因為他話說得很漂亮 要拚經濟也要顧主權 請問在整個民進黨執政當中 地方喊出來是要經濟100分 結果你是不是只要經濟50分 政治要50分 你要這樣子 但是地方要是經濟100分 你的50分對地方來講 他覺得不及格 所以你拿出這一套戰略 大家覺得這個是 對我們地方的執政沒有幫助 所以黃偉者他自己之前 選得那麼的辛苦 3成8的得票率 這個是整個綠營的那個盤 跌了很多 從7成跌到這個3成8 這樣子的一個當選 他當然知道這當中 民心思辯 那個辯在哪裡 所以他不太敢再去 猛力的拚政治 所以他把政治一直往下壓 他也追隨韓國瑜說政治0分 因為人家韓國瑜就是這樣子 政治0分 經濟100分 所以瘋瘋火火 然後廣受人民愛戴 做一個地方首長 很重要的是要得民心 受到人民的愛戴 所以黃偉者懂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民進黨中央不懂 所以你看蔡英文也好 陳明通也好 他們還是是一個政治的訴求 政治的主張 而且他以為說 我中央來壓著地方 你得買單 結果沒想到 我們現在地方自治滿成功的 就是地方首長都不甩那一套 不管是不同黨的 同黨的 都把你打回票 所以我真的認為 陳明通你不要再繼續拜會了 就是每一場的拜會 好像自己都碰了軟釘子 然後給自己打臉 這樣子的話 真的對整個中央執政來講 我就是傷 代表說今天由民進黨中央 陸委會所定調的兩岸的主軸跟主張 人民不買單 地方首長的意象 就代表說他觀察到 最基層的民意是不買單的 所以真的該收手了 所以未來的兩岸到底要怎麼走 我認為現在民進黨裡面 是呈現分裂的狀況 有一派的人 可能有跟底層比較接地氣的 像這種地方首長 他在觀察到了 真的不要一直是 以這種抗中的路線 雖然表面上 蔡英文以為他得分 但是實質上 他們在地方行走 他知道執政的艱難 這些農民漁民要的是什麼 生活過得好一點 其實黃偉哲的壓力應該很大 他看到第一艘船 從高雄港出發的時候 他心裡可能在淌血 他想說台南的第一艘船 到底什麼時候才開得出去 所以我覺得在高雄 不管是屏東也好 台南也好 他們的壓力應該都很大 因為他知道現在中央 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情況底下 他們好像很難突圍 很難有破口 而這個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在台南這一席的立委的補選 謝榮介相對會有很大機會的 因為如果站在一個整個 台南的政治來講 全部綠色一片 對台南的整個未來的發展 不會是一個好處 但是你在立委裡面 補選了一起是藍營的 這樣的一個立法委員的時候 那就開啟了合作的空間 包括謝榮介跟韓國瑜 關係這麼好 所以他可以當中扮演一個平台 促成黃偉哲跟韓國瑜的合作 促成兩個縣市的合作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剛剛起承是在開玩笑 黃偉哲就是可能在幫謝榮介 一把喊出這樣的口號 但你如果認真實質去分析的話 從黃偉哲一個市長的角度 到底是當選一個 同黨的郭國瑜 對他比較有利 還是說多一個橋樑 像謝榮介這樣的人 將來他可以搭上高雄 一起拚經濟比較有利 如果認真想清楚之後 雖然嘴巴不能講 但是心裡面應該是想說 這樣也不錯 謝榮介 對 可能也是不錯 這樣多了一個合作的空間 你們兩個聯繫現代黃偉哲 好